娱乐圈中总有一些配角,虽然名字叫不上来,但是如果看到后都觉得面熟,而今天说的这位演员已经在演艺圈已经几十年了,看演的作品也有百部作品。 她虽然每次扮演的都是配角,但是每一个戏本她都认真的去演,正是因为她的努力被很多人看在眼里,所以她才有了这么多可以出演的角色。 她无论是演恶毒的婆婆,还是非常贤惠的妻子,对她来说并不是多难的角色,她对这些角色可以说是皆化不足,虽然说这么多年没有活起来,可她依旧坚持着自己演艺的精神。 她不是为了活而演戏,而是因为喜欢,她就是李琴琴,李琴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演员,经过多年在演艺圈中的摸滚打爬,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,对自己能驾驭的戏是越来越熟练。 比如,饰演妻子角色,或者婆婆角色对她来说已经没有难度了,而时常会串演其他角色的她,虽然没有演自己擅长的戏得新应手,但是,凭借自己多年的演技,也是非常的棒,李琴琴是滴滴道道的北京人。 她出道的第一部戏,就是北京故事之后,又才演了一电影《穿到房子》,之后的她基本都是一出演电视剧美主了,其实对于刚出道的她来说,和任何的年轻人一样,对未来充满着向往,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好,签除也发展得很快,于是她就决定就到国外开始自己的事业。 在国外的时间久了,慢慢地觉得自己对国外的环节和外国人,都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。 这也就成了她在成家结婚方面选择的丈夫,也都是国外人。 她的一段婚姻和任何的年轻女子一样,正处于情窦初开的年纪,爱上了一个日本人叫做山根。 由于对爱情有着向往,深深的沉浸爱情之中无法自拔,想爱没多久,便结婚了。 婚后,她的丈夫也经常地陪着她身边整天游山玩水,直到后来了有了孩子后,便有了家庭压力。 丈夫便经常为了赚钱奔波,有的时,后根本没有时间雇上家庭。 时间停了夫妻之间的感情,渐渐地冲淡最终离婚。 而这段婚姻结束没多久,于琴琴也遇到了一个对她比较清新的男人。 这个人是美国人,而且还是一名经上的人,在长时间的谦言密语和苦苦追求下,又和这个美国人结婚。 可是好景也没有多长,最后因为性格的多方面原因又再次离婚。 据知情人透露在经过二次婚姻后的她,又嫁给了一位法国人,可能她的婚姻注定是坎坷的,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 她经历了这么多次婚姻,也想明白了,对爱情和婚姻,已经不抱任何的幻想,而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演戏上面。 而且本来有着不俗演技的她,有经过多次对演技的磨练,演技也是非常的棒,出演的机会也是以前的很多倍。 现在的她如果不拍戏的话,经常去旅游放松心情,对生活充满着积极性。 而最近网传她最近还曾被黄博,邀请在她的新电影中出演,角色,看来又可以看到她精彩的演技了,就连影帝黄博都邀请她参演她的电影,足影证明她的演技有多么的棒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 Zither Harp